現在我們要進入所謂的物質的世界 第一個叫做物質跟物態 要先講的是什麼叫做物質 什麼叫做物質 所謂的物質我們的說法叫做 具有質量佔有空間更具特性 所有的物質都有所謂的質量 我們質量我們前面挑戰過物質的量 有幾顆球我們用那種講法 佔有空間的意思就是 如果你佔據這裡 別人就不能在同樣的地方 就被你佔據了佔有空間 然後呢這叫做物質 後面有寫一個物體 物體指的是有一些特定用途的 特定用途的特定的狀況 比如說有鐵釘有鐵椅 那鐵釘跟鐵椅都是鐵做的 所以鐵叫做物質 鐵釘跟鐵椅叫做物體 那我們基本上研究的是物質 我不管你是什麼物質 我不管你是鐵釘還是鐵椅 我研究是鐵的性質 鐵的狀況 所以我研究物質的性質 跟物質所發生一些作用 發發發發之類的東西 所以我們學習的是物質 它是要做物質 另外還有一種叫做能量 我們東西會發生一些變化 我馬上就會交到什麼物理變化 化學變化 東西在發生變化的時候 經常都要伴隨著能量的進駐 吸收或者是放出來 吸收或者是放出來 那麼這要是能量 所以能量就是一個會促使物質發生變化的一個物理量 然後我們在三連結的時候 會再講多一點什麼叫能量 那它基本上它沒有質量 也不佔有空間 那這裡巴拉巴拉寫了一堆 我們很多 我們應該基本上通通都會教了 熱能、電能、光 只有光能等於是沒有教了 核能、動能、胃能、化學能 我們後來就會提一下說明這些能量 什麼這些能量 那一堆心理分清楚的叫做存物質跟混合物 所謂的存物質就是只有一種物質 那這個物質的組成一定 它有一定的性質 一定的性質 我們會不會提到它會有一定的溶點 會有一定的肺炎 會有一定的比熱 會有一定的密度 我們叫過有一定的密度 它有一定的性質 一定的性質 組成一定 我們等到這學期末 我們學完原子說那個之後 我們會告訴你 這個所謂的組成一定 是指組成它的原子的種類 樹木、排列方式是固定的 種類、樹木跟排列方式 那因為我還沒有教原子說 誰問到底 只告訴你說組成一定 有一定的性質 像這些叫做所謂的存物質 金啊、銀啊、水啊、酒精啊、浴化那 叫做存物質 那混合物就是有兩種類型的東西 喇喇擺在一塊 而這個喇喇在一起的時候 並沒有一定的比例 並沒有一定的組成 咖啡 有人喜歡喝A咖啡 那就只有水跟咖啡 有人會加糖 多了糖 有人會加奶精 多了奶精 那都是一杯咖啡 所以組成不一定 可能只有水跟咖啡 可能有多奶精 可能有多糖 再來 就算只有水跟咖啡 也沒有說水力要多少 咖啡力要多少 有人喝的濃一點 有人喝的淡一點 所以它的組成不一定 因為組成不一定 所以也沒有一定的性質 比如說什麼牛奶啊、豆漿啊、空氣啊、咖啡啊 所以它就是所謂的混合物 它沒有一個性質 剛剛說嘛 東西喇喇喇 東西喇喇喇喇在一起的時候 有兩種 一種叫做混合 一種叫做化 混合物純粹的 把它直接放在一起 繳繃繳繳 這叫混合 基本上 東西本身都並沒有發生改變 所以它原有的性質會被保留下來 糖加到水裡面喇喇 叫混合 所以糖水喝才還是甜的 那甜味還是會存在 還是會存在 所以性質沒有發生改變 把牛粉跟鐵粉放在一起喇喇以後 石鐵跑過去 鐵粉還是會被 吸起來 所以鐵的這個性質仍然存在 沒有改變 這我們叫做所謂的混合 那另外一種喇喇也叫做所謂的化合物 我們未來就要教什麼化合物 化合物就是這個 化合物 它們之間會結合在一起 結合在一起之後 又產生一個新的東西 這個新的東西 經常它的性質是跟原來性質是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 我們後面會教氫跟氧化化合物 我們後面會教氫有所謂的可燃性 也要有所謂的助燃性 可是氫跟氧化合成水之後 水既沒有可燃性也沒有助燃性 剛才講的硫粉跟鐵粉 你把硫粉可以放在一起喇來 然後放到火上去加熱斷燒 它會形成硫化芽體 這就是所謂的化合 這時候你再拿磁鐵去吸 已經吸不住了 沒有東西會被吸起來 所以性質已經發生改變 所以叫做所謂的化合 那麼在這裡目前為止的重點 其實是要分辨純物質跟吻合物 我們待會兒會再繼續跟各位做說明 那你要了解吻合跟化合的不同 了解什麼叫做物質 這是一個最簡單最基本的一些概念 OK嗎 OK OK